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眨眼睛 雷洞計劃這件事 這宗案件 已經是2016年發生的事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前副教授戴耀廷 就2016年立法會選舉宣傳一個雷動計劃 我想大家都還記得 他在報章刊登了廣告 事隔5年才被廉政公署控告他四項罪名 這四項罪名都是 在選舉中作出招致選舉開支的非法行為 涉及的款項有253,000多元 詳細的案情內容是這樣的 戴耀廷在2016年4月至6月期間 在多個公開場合和他自己的Facebook介紹雷動計劃 呼籲支持泛民或非建制的選民成為策略選民 按照這個計劃提供的資料去投票 來確保泛民或非建制的陣營 能夠拿到立法會過半數的議席 在同年即是2016年8月至9月期間 戴耀廷和56歲的心理學家葉劍青和51歲的石手正 透過一間叫做雞蛋同盟有限公司 在蘋果日報和明報刊登了一共有六個廣告 宣傳雷動計劃的 呼籲市民捐款 以及說要集中選票去拯救那些邊緣的候選人 剛剛提過的費用是二十五萬三千多元 準確說應該是二十五萬三千五百四十元 戴耀廷被指並非該選舉的候選人 或者是這個選舉的開支代理人 而是獲宣傳的候選人也沒有在選舉申報書列出這些開支 葉劍青和石手正本來都是被控和戴耀廷相同的四個罪行 因為他們都是雞蛋同盟的董事 早前獲得不提政公起訴 就以自簽四萬元首行為一年來處理 案件就主要集中在戴耀廷的身上 戴耀廷是沒有進行任何的爭辯 他早前都承認了這四項罪名 在昨天區域法院就被判監十個月 案件的編號是DCCC683-21 法庭判詞都值得我們去細讀一下 法官國啟安判刑的時候就表示 這宗案不屬於選舉舞弊 我想意思就是不是貪污舞弊的性質 而是涉及選舉宣傳開支的款項 這份款項是超過二十萬 因此就是屬於案情嚴重 無論獲推薦那二十二名候選人 是不是當選都好 他們都沒有就相關的開支作出過申報 法官指戴耀廷的做法 就會令到公眾未能夠查閱到相關的開支 令到選舉開支是無從稽巧 因而就削弱了選管會的監管 影響了選舉的公平和公正性 辯方求情的時候就曾經說 被告提出雷動計劃 是因為立法會的選舉是用比例代表制 比例代表制就不能夠如實地去反映民意 法官的意見就認為 所諷刺的就是被告發動眾籌刊登廣告 非法招致選舉開支 同樣都是有損害到選舉的公正性的 因為對其他建制派 又或者不是建制派的都好 獨立候選人來說都是不公平的 這個說法都不是沒有道理 因為如果未被列入支持名單內的參選人 就不能夠得到同樣的宣傳和推廣效果 但是值得留意的就是 法官強調策略投票本身不是違法的 我的理解他的意思就是指違法的地方就是 在於選舉開支和怎樣處理這個選舉開支 戴耀廷本身不是參選人 也都不是選舉開支的代理人 法官就說被告不能夠用違法的手法 以非候選人或者他的代理人身份刊登廣告 而導致選舉結果不公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法庭的判決 假如這些宣傳雷動計劃的廣告費用 全部都是加入相關22名候選人的選舉開支之內 當然也要得到他們的同意 那就不會出現現在這個情況了 法官是接納辯方所指 涉案的廣告是沒有直接推舉候選人的 計劃正是作為協調平台給選民去參考 控方也確認控罪不是針對那個策略性的投票 法官說這件案有很多獨特的因素 包括相關的計劃是沒有隱瞞公開 眾籌計劃也是透明公開 而戴耀廷在這件案件裡是沒有得益 案發的時候也沒有案底 但是法官就說被告身為一位資深的法律學者 應該了解相關的法例 這個法例不是全新的也不是特別艱結 加上沒有證據顯示他事前受到誤導 因此他是難辭其咎 不能以粗心大意作為求情的理由 其實這件案整件案的處理 有一點不是太理想的 就是控方在事發之後五年才提出檢控 這個可以說是一個重大的延誤 法庭也有這個看法 控方解釋 政府曾就選舉開支豁免這個議題是諮詢的公眾 聯署也需要向傳媒索取證據 因此這個調查的過程就需要一段長時間 控方就否認這件案是政治的檢控 還解釋是由於這件案涉及的銀碼不小 但是計劃還是涉及全港所有的選區 才會選擇把這件案拿到區域法院處理 不過法官就認為 剛剛控方提及的所謂的選舉開支豁免的諮詢 只是關於豁免網上廣告開支這個議題 其實跟這件案根本是無關的 認為情況是不合理的 是構成了不必要的言誤 我不是法律專家 只是以一個平常人的角度來看 這件案件的案情一點都不複雜 其中律政司提供第二次法律意見的時候 還涉及長達兩年零一個月 看上去似乎有點不太合理 法官說檢控時間至少都可以縮短一半 如果案件是2019年被帶上法庭提早檢控的話 法庭還可以一併考慮被告另外涉及的佔中案 一起考慮來判刑 法官說被告是有民主和正義的考慮 但是無論他有多崇高的理念 都不能夠作為犯法的藉口 法官就用監禁18個月做量刑的起點 因為被告認罪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 以及就檢控嚴誤額外再減刑兩個月 所以最終判囚10個月了 就這個法庭的裁決 政府都可能真的需要審視一下 在過往的選舉當中 有沒有類似的情況發生過的呢 例如有沒有一些團體 不要管他的背景 建制團體也好 非建制團體也好 不是以參選人的身份 又或者選舉開支代理人的身份 曾經大灑金錢 大賣廣告 表達對某些特定候選人的支持 如果這些開支 又沒有被計算在相關候選人的選舉經費之內 那情況就跟這個個案很相似 做命就真是 他越辛苦我越好 但你玩來玩去 你也是玩重草 你為何那麼忠誠於重草 其實重草有些什麼 那麼吸引你那麼好 很了解整個重草 我亦都相信 很相信我的重草 其實有很多行家 都說自己做了百年 連野生重草怎麼來香港 怎麼買都不知道 我看到你的品牌 就叫做重草大王 但是產品自己 就叫做 重草19 什麼意思 其實希望人類比較容易聯想起COVID-19 香港所有的重草都改為自己的名字 做培植重草 對 就不再叫做野生了 對 嘩 這條問題深 繁榮的香港 除了看得見 和整天聽得到的弱勢社群 你又知不知道 每天走過你我身邊的 有多少是默默等待你伸出援手的人 我以前走錯了 現在都是想做回個普通人 但是 大家都不相信我 我最不喜歡就是放學的了 因為我看到那個時候 我都在媽媽接的 然後我只在醫院 那些人經常叫我看開些 說避開不要等那麼多便可以 但其實有情緒病 我都控制不到的 有些時候我想幫助 但我的韓國語 是媽媽的 繁忙的香港 爭分奪廟的生活節奏下 一班最容易被忽略 弱勢中的弱勢社群 其實極需要人同行支援 更生人士及他們家人 精神復原人士 少數族裔 他們都是社會的一份子 需要社會各界人士支持和鼓勵 善導會在香港服務已經超過60年 邁向65 我們誠邀你正視這班隱形的弱勢社群 更希望你支持我們 用更多元的形象 為一眾弱勢社群同行 除去他們身上的標籤 幫助他們發揮潛能 貢獻社會 你永遠不知道 他的轉身位究竟在何時出現 就算是一場硬仗 我們都會堅持 因為我們相信 捉住這個機會 你就可以改變他的一生 引你的支持 我們一起為每個轉身 創造更好的未來 一起共建香港為包容而安全的社會 你的捐款對我們很重要 請支持香港善導會 《新格索粹觸控》 《新格索粹觸控》 我用個性放鬆 化作一种套勇 心结伴一种 求护这的奋勇 同行舞面 以热情相退冰冻 世界大概 似敬奇才 百节未抬 恩你在 这女性在 你我已爱 以这份爱 伴永福在 心愿如海 回报每一脚印 继续抗击你满轮 你共用口罩下 坚守这身份 放手牽伤 七百万人 大舞女就寄紧 你永不一个人 回报每一脚印 我在你的附近 同行全靠族 你现在与爱 连成一样 难过是昨天 来记住这天 期盼在某天 能信没有天 和你共挽手 无泪变 再次遇见 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今天就是这么多 我喜欢 这里讲完 这里散 在这个散场的moment 最好就是用 Mr.Expand 植物科学防疫 贫墓四维贫 让它里面的 此子提取物 将非没细菌病毒 对听的 不对听的 统统消散了 那就放心吧 Mr.Expand 结痞主义 好主义